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该公司管理的资产主要集中在美加 中国新闻 一 台风小犬升级为强台风 最大风力达14级 福建沿海及渔场自4日凌晨受其影响 福建已启动防台风及应急响应 二 国庆期间部分航线机票大降价 有的降价超过80% 裸票价格低于200元 引发网友热议 三 国家相关部门决定延续商品储备税收优惠政策 并在上海推出区域性免签政策 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最长可获得15天免签 四 2024到2025年 内蒙古的少数民族考生的高考加分政策调整 从原本的加时分调整为加5分 五 贵阳放宽房贷政策 辽城首套房公基金贷款首付降至20% 多子女家庭贷款额可增加10% 六 合肥某航空俱乐部飞机紧急迫降 机上两名乘客受伤正在接受治疗 该俱乐部暂停业务整顿 七 2023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过15亿 其中坚如磐石 位列榜首 收入达到4.58亿 八 杭州亚运会 王楚钦击败樊振东夺得乒乓球男单金牌 成为亚运四金王 九 国家航天局发布嫦娥八号国际合作公告 预计2028年左右发射 乘邀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探索 十 2023诺贝尔生理获医学奖授予于两位MRNA疫苗科学家 他们为新冠疫苗研发做出杰出贡献 国际新闻 一 亚马逊流域遭遇严重干旱 导致河豚大量死亡 部分水域温度高达39摄氏度 二 为争取更高薪酬与更好工作环境 美国约7.5万名医护人员计划 从10月4日起罢工三天 三 特朗普因涉嫌财务欺诈 将在纽约出庭应诉 但其2024年竞选总统的资格未受影响 四 欧盟宣布在乌克兰基辅首次举办外长会议 同时提供约850亿欧元支持 日本决定加大对额制裁 限制二手车出口 五 土耳其对伊拉克北部发动大规模空袭 瞄准库尔德工人党目标 此举引起一方强烈反应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一 疫情再度升温 BC省决定重新实施口罩令 BC省计划在所有医疗机构中 重新实施戴口罩的规定 尽管新版流感和COVID19疫苗尚未上市 预计将在10月中旬推出 从10月3日开始 医疗机构的所有患者 访客和工作人员都需要佩戴口罩 但在长期护理和辅助居住设置中 与居民亲密接触时不必佩戴 同时 入口处将有工作人员提供口罩 和洗手引导 备忘录还提到 公共区域不再有人数限制和社交距离要求 也不再对访客进行快速抗原检测 一个名为保护我们BC省的组织建议 在所有急诊室实施戴口罩的规定 他们指出急诊室的床位占用率 已超过季节平均值 希望大家这个秋冬能够注意安全 保护好自己 二 世界银行于10月2日调整了 其对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新的预测值为4.4% 相较于4月份的预测下降了0.4% 这次的调整是基于多种因素的综合评估 其中最突出的包括中国持续增加的债务负担和日益加剧的房地产市场危机 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 他提到自经济重启以来 原本的强劲反弹 现在逐渐减缓 而且房地产市场 长久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现在却面临着供过于求和价格下滑的问题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报告指出 中国的非金融债务已经从2007年的132% 激增至2023年的285% 与此同时 房地产价格在2023年相较于2021年 已经下降了超过20% 特别是在低线城市 恒大事件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在恒大集团的创始人许家印 被调查的背景下 恒大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 其股票在港交所的交易近期已经被暂停 尽管集团申请恢复交易 但港交所尚未作出回应 此外 世界银行警告说 中国经济放缓 不仅会对其自身造成冲击 同时还可能对整个亚太地区 产生连锁反应 世界银行指出 每当中国经济增长下降1%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 就可能减少0.3% 在面对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压力时 中国也在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其中消费和创新 被视为可能的新引擎 但转型过程仍然充满了挑战 而对于东南亚地区 尽管中国经济可能会减缓 但该地区仍有一些积极的经济表现 尤其是在数字化和服务业改革方面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 明天见